You know, there's all kinds of really, really gory, hoary movies out there They don't even come close to what this guy's done Like, what is he? You know, what is he? 皇爷来到米汉追踪 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寒冷刺骨的冬夜 地点,加拿大 一位15岁的女孩告诉自己的家人说 晚上要出去和朋友喝杯咖啡 然而几个小时之后 一名警员在巡逻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他已经倒在雪地里 没有了生命体征 这起案件的调查并没有很复杂 他们很快就抓住了凶手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警方在凶手的公寓里 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加拿大的乔治王子城 这是BC省北部的一个城市 城市的名字是来源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乔治王子城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僻 和同在BC省的温哥华比 这个城市显得非常的安静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 没有繁华的街道 周围到处都是茂密的树莲 当地的经济也以连夜和畜牧夜为主 不过这个城市最出名的还要数一条公路 它就是臭名昭著的泪水公路 16号高速公路 这条公路全长2960公里 在BC省的这一段是从乔治王子城到鲁伯特港的这一段 大约700多公里 这一段路附近尽管风景优美 但是非常偏僻 甚至可以用荒郊野岭来形容 截止到目前的2023年 沿途的手机信号覆盖率也只有70%左右 这一路上人烟稀少 沿途只有一些很小的乡镇 除了一些原住民部落外 周围基本没有什么城市 这附近的经济发展基本停滞 毒品和犯罪屡见不止 生活在这里的人跟大城市的人们相比 大多数都很贫穷 受教育程度低 很多人都在贫困县以下 所以汽车对于公路附近的很多家庭来说 是一间奢侈品 很多人负担不起 为了通勤方便 没有交通工具的人们 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搭便车 而这样的方式给当地的女性 尤其是原住民女性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很多的女性失踪案件 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被破解 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 警方保守估计 至少有70名女性 在这条公路搭车的时候失踪 而乔治王子成本身 也并不比16号高速公路 沿途的那些村落好太多 他在2010年 2011年 2012年 连续三年 被加拿大的麦克林杂志 评选为加拿大最危险的城市 没有质疑 该城市的犯罪率 是加拿大平均水平的114% 但是即便如此 乔治王子成 还是吸引了大约75000人在此定居 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的主人公 Cody Cody出生于1990年1月21号 他的家乡Fort St. James 是BC省的一个非常小的村子 在2011年的时候 人口只有1400人 Cody的家境比较富裕 父母继承了祖辈留下来的一个巨牧场 在2009年的时候 通过出售该巨牧场 他的家人得到了数百万家园 小时候起 Cody就跟随着家人一起捕鱼 一起打猎 在寒冷的冬季 他还特别喜欢滑雪 中学时期的Cody 在学校里人缘不错 热爱运动的他 参加了学校的滑雪队和冰球队 用同学和朋友们的话说 Cody就是一个典型的高中生 他成绩一般 带人友善 喜欢运动 其他也没什么特别的 高中毕业之后的Cody跟很多年轻人一样 离开了儿时的村庄 去追寻城市的生活 最终他选择了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 乔治王子诚 在那里 他和三位女性朋友合租了一间公寓 为了不打搅女孩们的生活 Cody比较绅士 主动选择住在公寓的地下室里 让这三个女孩住在楼上的房间里 这三个女孩跟他一样 都是从Ford St. James来的 大家彼此之间都非常的熟悉 没多久 Cody在当地的一家 福特汽车4S店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他的同事们都挺喜欢他 凭借着自己踏实的工作态度 很快Cody就从基础的仓库部门 升职到了配件部门 成为了一名实习的机械师 更幸运的是 在2010年工作的时候 他和自己的同事Amy 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Amy跟Cody年纪相仿 在当地的社区学院里学心理学 为了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他在4S店里找到了擒台接待的工作 为了可以在将来搬去和Amy同居 Cody搬出了三个女孩的公寓 自己单独租了一间 此时的Amy和Cody才认识了几个月 两个人并没有同居 只是每个礼拜 Amy都会去Cody那边住上几个晚上 但是2010年11月27号这一天 却是个例外 这天是个礼拜六 福特4S店的生意特别好 经历了一整天的忙碌后 下班后的两个人 一起回到了Cody的公寓 在看了一会儿电视之后 Cody就躺在Amy的腿上睡着了 眼见着Cody非常的疲惫 而且时间还尚早 Amy于是决定自己开车回家 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吃饭 度过周末 此时的时间是晚上的6点30分左右 不过Amy这边刚走 我们的主角Cody 马上就睁开了眼睛 时间来到了三个小时之后 晚上9点30分 此时的加拿大正值寒冬 当天夜里天上飘着鹅毛大雪 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度 一位名叫Aaron的年轻警员 此刻正开着车 在27号高速公路上巡逻 突然在前方不远处 一辆黑色的GMC越野车 从旁边的小路上冲了出来 这辆车的车速极快 在转弯的时候 甚至一度冲到了逆向 警员Aaron在看到之后 并没有立刻鸣笛 他一边默默地跟在了后面 一边呼叫了另一名警员过来支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雪下得太大 前方的越野车 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身后有一辆警车在跟着 他不断地往前加速 十几分钟后 终于被Aaron拦了下来 此时之后 另一名警员C度也赶了过来 在两名警员会合之后 他们一起走去了 停靠在前方的黑色越野车 不过还没等Aaron他们走到车前 车里的司机就已经伸手 把驾照和保险单 从车窗递了出来 这让Aaron觉得有些怪怪的 于是他打开了手电筒 朝车里的司机看了过去 而这位司机不是别人 正是三个小时前 还睡在女友大腿上的Cody 面对警员的询问 Cody表示知道自己超速了 因为他正赶着去祖父家 他不想迟到的太晚 尽管看上去Cody非常有礼貌 道歉也很诚恳 当时Aaron警员 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 首先是Cody的衣着 现在是大冬天的 还飘着雪花 Cody竟然没有任何大衣 只穿了一件羊毛衫 而他的脸部和下巴上 明显有一些红色的血迹 顺着手电筒的灯光往下看 警员发现Cody的下身 竟然只穿了一条短裤 要知道当时已经是零下十度了 他这得是多抗动啊 更重要的是 Cody的腿上也有一些血迹 车里的杯架上 还放着一罐已经打开了的 Lucky Lager啤酒 警员以怀疑他酒驾为由 请Cody下车 这时候Aaron注意到 驾驶位的座位上 Cody的短裤上 鞋子上均有血迹 在对他搜身之后 Aaron从Cody的身上 搜出了一把瑞士军刀 其中的一个短刀上 也有一些血迹 对于刀上和遍布全身的血迹 Cody解释说 自己刚刚和朋友托马斯 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 他们非法狩猎了一只鹿 托马斯拿着猎枪打中了鹿 不过这时候鹿还没死 Cody于是找来了一根铁管 不断地击打 最后用了一把瑞士军刀 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承认自己没有狩猎证 知道这是违法的 但同时也表示 我就是个乡巴佬 我们乡下人都是这么玩的 当被问到 为什么只穿着个短裤的时候 Cody表示 自己当时走得急 因为药迟到了 所以他随便找了个裤子 就出门了 考虑到Cody非法狩猎 警员们于是联系了 附近的环境保护机构 后者表示 他们会派出一位 环保执法人员 过来协助调查 在等待环保执法人员的过程中 两名警员对Cody的车辆 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在车子的后面 他们发现了一根铁管 上面的确占有血迹 但同时车里的一个猴子图案的背包 引起了警员们的注意 这个背包被塞进了 车子后背的袋子里 打开包之后 里面有一个女孩用的黑色钱包 钱包里的证件显示 这名女孩是10年15岁的 Lauren Leslie 恰好此时 环保执法局的希尔警员 赶到了现场 在听完了另外两位警员的讲述之后 希尔警员就非法狩猎的事情 再次询问了Cody 所以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的血迹 如果我们做了一个 forensic match 我们会知道 它是血迹的血迹 对吗 I guess so OK 因为我正在给你 每次的机会 如果有什么 更多的故事 让我们做它现在 before我们 spend 很多时间 这故事 似乎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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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似乎 今天或明天 如果我们 谈到 Thomas 是他会告诉我们 同样的故事 似乎似乎 我只是 我只是 我认识 他似乎 他可能 不会说 他知道 这是法律 对 希尔警员在环保机构 已经有30年的经验了 Cody 古怪的穿着 和离谱的故事 很快就让他觉得 事情 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于是他让警员们 看着Cody 自己一个人 独自开着车 顺着Cody 车辆的轮胎轨迹 找回了Cody 之前冲出来的那条小路 尽管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 但是白茫茫的大雪 照亮了小路周围 希尔警员很快就发现了两排脚焰 他顺着脚焰 走去了树林的深处 很快一排排飞溅的血迹 就映入了眼帘 在白色的雪地里 这样的红色 尤其显眼 顺着红色的血迹 希尔警员找到了一名 倒在血泊里的女孩 她的身上甚至还有一丝温度 表示她刚离世不久 女孩的长裤被人拉到了膝盖的位置 面部已经血肉模糊 无法辨认出样貌 脖子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 看到了刺警的希尔警员 立刻通知了另外两名警员 让他们立刻把Cody 作为凶案嫌疑人逮捕起来 Cody the time now is 0015 hours on the 28th of November 2010 When do I get to call my dad? Just hang on a second Because I didn't do this Do you want to call a lawyer? I want to call my dad You have the right to call a lawyer right now How old are you? I want to call my dad You're an adult? So you have a right to call a lawyer right now Do you want to call a lawyer? I want to call my dad Okay, is your dad a lawyer? I want to call my dad Okay Because I didn't do this You have a right for a lawyer? That's what I'm asking you Do you want to call a lawyer right now or not? I want I don't know why I'm fucking in here I told you you're under arrest for murder I did not murder anybody Well I am investigating a murder? Yeah I have reasons to believe But I did not murder anybody 前面说过由于受害者的面部 已经被打得无法辨认 所以警方无法确定她的身份 在警局的系统里输入了Loren的资料后 警方设法联系到了她的母亲Donna Donna Donna表示自己的女儿Loren 在晚上的时候出门了 一直没有回来 说是有个女性朋友要约她一起喝咖啡 Loren的父亲此事已经和Donna离婚 不住在一起 在警员通知自己女儿的背包 出现在一个陌生男人车里的时候 她心里的不安达到了极点 她一边默认着女儿的名字 一边祈祷着奇迹可以出现 然而很快 法医的检测结果 就将她的希望彻底继地粉碎 通过Loren手上和身上的两处纹身 警方确定血地里的女孩 正是Loren Leslie Loren Leslie 10年15岁 父母离婚之后 她的抚养权被判给了母亲 母女两人一起生活在 人口只有900多人的小村庄Freeza Lake 案发的时候 Loren是当地一所高中的10年级学生 她在出生的时候就患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缺陷 这让她的一只眼睛失明 另外一只眼睛只有50%的视力 尽管天生残疾 但是Loren并没有丧失对生活的渴望 她喜欢划船 喜欢游泳 而且还特别喜欢网上聊天 当时的加拿大 有一个名叫Nexopia的网站 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 Loren在网上的名字叫给羊洗澡 跟很多学生一样 她在论坛上留言 在自己的空间上晒照片 而这个单纯善良的女孩 很快就吸引了一个乡下男孩 而这个乡下男孩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的主人公Cody 11月27号晚上8点左右 Loren告诉自己的妈妈说 自己在网上和一个女性朋友 约好了出去喝杯咖啡 她的妈妈Donna提醒Loren注意安全 并且要求她在凌晨1点之前必须回家 想必大家现在也猜到了 Loren出去见面的并不是什么女性朋友 而是一个乡下男孩 面对警方的审问 Cody这次给出了故事的第二个版本 这次没有他的朋友托马斯打猎的故事了 他表示当晚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边上的一条小路上 有一些轮胎印记 靠其心的驱使下 他开车跟了进去 结果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手机 然后又发现了一个背包 一个带血的铁管 还有一把瑞士军刀 最后就是一排排的血迹 她顺着血地里的血迹 吵到了趴在地上的一位女孩 而当时的她已经离世了 她根本不认识这个女孩 自己也不想惹麻烦 所以就没有报警 只是把捡到的东西拿走了 而这其中也包括那个带血的 她自己都觉得可能是凶器的铁管 她身上的血迹 应该是在检查女孩的时候 捡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粘上去的 听完这个奇葩的解释 探员们差点没气死 她们直接对Cody表示 现场只有属于两个人的脚焰 如果这个女孩真的是被别人杀的 那么现场至少会有三个人的脚焰 这一下就把Cody怼懵了 她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 一言不发 第二天Cody的审问继续进行 经过了一整晚的冥思哭响 Cody这边又给出了故事的第三个版本 这次不但没有好友托马斯打猎的故事了 而且她还认识罗伦了 她表示自己在网上认识罗伦两个多月了 案发的晚上两个人约好了见面 尽管罗伦只有15岁 但Cody还是在车里和她发生了关系 之后他们开车进入了树莲里 这时候罗伦突然像发了疯一样 用手不断地打他自己的耳光 而且还说他恨自己的生活 在Cody停下车后 罗伦嫌打耳光还不过眼 于是又从地上捡起了一根铁管 剪接着用这根铁管打他自己的头部和脸 而且他身上还带了一把刀 期间还用刀刺他自己的脖子 Cody的这个版本比之前的两个还要离谱 法医检测的结果显示 罗伦的头部和脖子上的都是致命伤 也就是说如果罗伦是用刀划开自己脖子的话 他一定会死去 又怎么可能死而复生 拿根铁管去打自己的头呢 同样如果是先用铁管当武器的话 头都被打烂了 怎么可能再活过来 再去找把刀割开自己的脖子呢 再说了发现罗伦的时候 他的长裤是在膝盖的位置 难道他在下车的时候裤子都没提上去 就开始打自己了 所以Cody很明显是在胡扯 而且编得一塌糊涂 当再次被探员怼回去的时候 Cody这边又给出了故事的第四个版本 这次的版本前半段跟第三版一样 后面变了 这回Cody说 他其实自己也动手打了罗伦 不过那是因为他好心 他想帮助他早点结束痛苦 于是他拿起了罗伦的铁管 打了他一两下 之后探员们又找来了Cody的女友Amy 希望Amy可以从Cody那边套出一些话来 不过并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探员们这边也不指望 也不需要Cody说实话 因为现场的物理证据 罗伦和Cody的网上聊天记录 手机短信记录 都足以证明Cody就是凶手 警方认为案发的晚上 Cody假装睡着 等女友Amy走后 她立刻上网联系了罗伦 请她出来约会 罗伦的手机信息显示 她明确地对Cody表示 两个人只是见个面 不会和她有任何亲密关系 并且把见面的地点约在了学校附近 Cody在把罗伦接上车后 应该是想要对她步轨 但是遭到了抵抗 遇害之后 最终被丢弃在了血地里 警方对Cody的公寓 以及之前族主的地下室 都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他们发现这个家伙是真的脏 家里到处都是干涸的血迹 她都懒得清洁 地毯上 墙上 门上 天花板上 扮桌上 椅子上 床垫上 鞋子上 袜子上 房间里还有一把长饼斧 上面也都是血迹 客厅的沙发上也有一大片 她平时都怎么做得下去呢 对此Cody的解释是 我流鼻血流的 这种特殊的喷涌式的 可以流到墙上和天花板上的鼻血流法 其实在犯人中很常见 我们上次讲的Clay Waller也是这种流法 不过让警方感到震惊的是 通过对这些血迹进行DNA分析 最后证实这些血迹 不只是来自罗伦一个人 还来自警局档案里的其他三名受害者女性 也就是说 这个说谎都懒得打草稿的Cody 其实是一个连环杀手 在她的住处里 前后一共杀害了四名女性 除了罗伦之外 其他的三名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她们都是性工作者 她们都有服用违剑片的习惯 她的第一个受害者是 10年35岁的Jill 她的失踪日期是2009年的10月22号 而当时的Cody只有19岁 Jill育有6个孩子 为了家庭和健康 她无数次的尝试着戒毒 均告失败 在她失踪的4天后 有人在乔治王子城郊区的荒漠里 发现了她的遗体 Jill的头部遭受过重击 在她的身上 健身人员提取到了一名未知男性的DNA 事后经过比对 该DNA和Cody的完全吻合 她公寓的地毯上 沙发上的那一大片血迹就是Jill的 Cody的第二次作案是在10个月后 10年23岁的Natasha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最后一次被人目击是在2010年的8月31号 当时她从朋友家离开后 就从此杳无烟旋 Natasha的遗体至今也没有被找到 但是几个月后 警方在Cody公寓的墙上 地上以及短裤上 均发现了Natasha的血迹 前两次的作案 也许让Cody尝到了甜头 她开始加速了作案的频率 仅仅两周之后 2010年9月10日 10年35岁的Dinthia失踪 两周之后10月8日 她的遗体在公园里被发现 事后警方在Cody房间里发现的那把长饼斧上 还有Cody的袜子上 鞋子上都发现了她的血迹 警方认为Cody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三名战监女 请到了自己的公寓里 在搜刮了她们身上的违禁品之后 再将之杀害 这一刻 很多人相信是救生命 几乎4年前 CodyLajibokov 在路线27 后驾到一旁的路上 一旁路上 一旁路上 是现在加拿大最年少的犯罪 案发的4年后 2014年 替了个光头的Cody 站到了被告席 尽管他的律师 一直试图让Cody在法庭上 表现出悔过的样子 但是Cody明显不是个演戏的料 他全程面瘫 当警察官问他 杀害几名女性的时候 他当时是什么感觉 Cody沉默了一下 面无表情的只说了一个字 Nothing 尽管如此 Cody本人依然坚持自己无罪 他表示Lauren 明显是他自己把自己干掉了 跟我没关系哈 至于Jill Cynthia Natasha 他承认这三个人 的确是在自己的公寓里遇害的 但表示凶手是其他人 Cody说当时自己和两名毒贩 X和Y在自己的公寓里喝酒 之后他们打电话 找来了第一位受害者Jill 服务完毕之后 毒贩X和Y表示 Jill之前欠了他们的钱 他们很生气 现在必须要杀了他 于是他们就当着Cody的面 把Jill干掉了 Cody只是最后帮他们处理了一下尸体 后面的两个受害者 Cynthia和Natasha 也是差不多的故事 只是人物从X和Y 换到了X和Z 至于谁是XYZ 他不能说 因为他们是毒贩 如果Cody把他们供了出去 他们会报复Cody 甚至报复Cody的家人 说实话 我不知道法庭上的Cody 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是真的觉得有人会信这些吗 在庭审进行到后面的时候 Cody的律师意识到 想让这位想象力丰富的Cody脱罪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于是他跟Cody商量之后 表示愿意对法庭 以二级谋杀罪的罪名认罪 但是检方这边根本不买账 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 经过了三个月的漫长审理 检方这边一共递交了6000页的现场物证证明 最终陪审团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一致认为Cody四项谋杀罪名成立 BC省最高法院大法官Glenn 判处Cody无期徒刑 25年不得申请假释 这已经是加拿大法律能够给出的最高刑罚了 Cody Allen Lejabokoff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with no chance of parole for 25 years on four first degree murder charges In handing down the sentence Justice Glenn Parrott said there was no doubt in his mind all of the murders occurred while Lejabokoff was committing or attempting to commit a sexual assault on his victim and calling his tale of drug dealers X, Y and Z a fabrication these are not the actions of a simple killer he said, but of something infinitely worse You know, there's all kinds of really really gory hoary movies out there they don't even come close to what this guy's done you know, like, what is he? like, you know, what is he? 事后Glenn法官也讚揚了案发当天 攔下Cody的年轻警员Aaron 如果不是他发信并且攔下了Cody 相信他之后一定会继续作案 Cody从最早的2009年的10月开始 到案发的2010年11月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就已经谋害了4人 而且作案的频率 从之前的大半年一次 发展到最后的几周一次 可想而知 如果当天不是意外的撞见了Cody 这个家伙还不知道 会继续谋害多少人呢 不过说到刑期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 加拿大这边有一个非常人道的条款 叫做终极愿望 也有人叫它一线生机 具体的说就是 如果犯人被判了无期徒刑 那么这个条款 会允许该犯人在入狱的15年后 申请假释 这个奇葩的条款在加拿大参议院 获得了通过 但是之后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极大不满 人们称之为圣母条款 最后该条款以202-74的票数被废除 不过如果是在2011年12月2日之前 入狱的犯人 依然可以申请使用该条款 而Cody是在2010年的11月被捕的 所以他是可以申请使用该条款的 也就是说最早两年之后 2025年做了15年牢的Cody 如果表现好的话 没准就可以走出监狱的大门 那么对于今天的故事 对于Cody这个乡下男孩 你是怎么看的呢 你觉得两年之后会不会在大街上 再次看到Cody的身影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说出你的想法 跟往常一样 大家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OK 我们下期见